欢迎观看大江农业教学视频 在此教学视频中,我们将为您演示MG波洒系统的开箱安装步骤 移除喷洒系统 1. 拔出叶棒与叶位级连接线 如配合MGES使用还需拔出雷达连接线 倒置飞行器 2. 卸下喷杆,将软管从软管扣件中移除 3. 松开水箱固定螺丝,并将水箱固定键推向脚架方向 4. 卸下作业箱盖子,整体移除喷洒系统 安装起落架延长管 如配合MGES使用,需安装起落架延长管 1. 移除MGES左右起落架下方的8颗M3×6螺丝 移除两根起落架底管 2. 安装4根起落架延长管至原MGES起落架支撑管 然后拧紧8颗M3×6螺丝 3. 重新安装起落架底管,拧紧8颗M3×6螺丝 安装波洒系统至飞行器 1. 拧松左侧起落架上作业箱固定键的4颗M3螺丝 然后将其滑动至距离起落架安装位置125毫米处 拧紧螺丝 2. 将波洒作业箱加料口朝向机尾,拖起作业箱 3. 将左侧起落架上的作业箱固定键嵌入作业箱安装孔 4. 将右侧起落架上的固定键上滑至距离起落架安装位置135毫米处 使作业箱右侧的固定片与起落架上的安装孔对齐 拧紧两颗M3×12螺丝和一颗M3×10PLUS螺丝 5. 将连接线插入飞行器底部的预留拓展接口2 6. 捆绑好绑带,检查左侧作业箱固定键是否安装到位 安装